哈喽,大家好,我是戴力,去看非洲 后面这里是一间卖这些小物品的一个杂货店 东西千七百怪的 今天我在这里多看了一会儿 感觉上也比较新奇,给大家展现一下 这个店铺的话就在我们屏障建这个服装店旁边 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商品有你想不到的 这个小店的话就很简单了 就这么一个小铁坯房 估计也是两三百租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商品 这些扫帚,这些小炉子 就很平常在这边 这个有点厉害吧 晕斗 不过是自制的 他们都说是放木炭在里面 把木炭放好了之后 我看下面还是有这么平的 这个比烧店是要方便一点 不过要原始一点 这边的话 不老鼠的夹子 也比较意外 这个黑的就是香皂的 肥皂应该说是习的 这个是正宗的成前罐 都封死的 应该就是存起来 大的小的都有 包括这个木制的 也都是存钱罐 这些的话就是当地烧火 做饭用的 这个更大一点 还有这种凉洗 这边就是平底锅 我们看一下这个 乌干达替 就是当地的一种茶叶 两毛钱一小袋 泡着喝的 这边的话就是煤油灯 之前很多粉丝也在说 这边有没有煤油灯之类的 看到没有 老板还在兼顾 重化会的这个业务 还是不错的 正到老板的同意 我们来里面也拍一下 这个的话就不用说了 就是之前介绍过 那个跟卡宾的 一样的那个树根 不过这个比较粗 不多介绍了 这边的话就是一些 那个成前罐的盒子 还有这种凉洗啊 就比外面那个要好一点 关键是还有这个东西 酒葫芦 我不知道这边是重的 还是哪里搞的啊 这些东西擀面杖之类的 看这种应该是做田的一些工具吧 还有一些勺子 上面的话有自己的 自制的衣架 这种的话我问他们说是洗澡用的 包括像那种丝瓜 里面的那个壤子 也是洗澡 所以说感觉上这边的这些小物件 还是比较 品种也比较多的啊 包括这些 都是一些手工的编制品啊 看一下 还是让人意想不到啊 其实以前的话也很少去细细的看这些东西 其他的就没有多看了 里面估计还有很多我自己没看见 或者没注意的啊 老本娘一直在忙 让我自己拍我自己的啊 就没跟她多聊了啊 其实最让我意外的就是这个东西啊 这种运斗的话 确实有点创意啊 包括里面其他的小物件 有的时候也有点让人意外啊 好了 今天的这个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让大家见识那些飞车这边的小东西啊 感谢大家收看